够油吗 我觉得真的很油了已经 就是我可以脸直接放到锅里炒菜了 就我自己每次玩那个滤镜啊 我都一定会挑那种高光特别明显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爱高光 喜欢整个脸都油 最好都浸泡在油里那种我是最喜欢的 那天呢我用Instagram YouLike这个APP拍了一张带有filter的照片 然后很多人在照片下面问说 我这个高光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呢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滤镜妆 如果你喜欢这个妆呢可以继续往后看 那我们今天的底妆呢 是要出来是滤镜一样通透的效果 所以今天皮肤我们需要透亮 今天护肤产品着重用到的是 娇兰的明星产品黄金修护CP 他们这一瓶黄金复原密 之前在我很多喜爱用里 已经出来过好几次了 也是娇兰他们家的第一基础精华 它的核心科技是来自法国乌爱上岛的 黑风蜂蜜和上品蜂黄浆 那我自己很喜欢它一年四季给我皮肤 带来的一种舒适感 并且通过观察这两年下来呢 我身边其实是各种类型的皮肤的朋友 都很喜欢的 它的质地呢可以像水样很轻盈 但是又有油分的那种滋养的感觉 是娇兰一款很棒的全方位修复肌肤的产品 后续我这次搭配的是双胶精华 它一边是帮助你细致毛孔和提亮肌肤 另外一边呢是紧致和提拉轮廓的 为了让今天底妆看起来就是轻透若有若无的感觉 我今天会选择用遮瑕膏代替粉底液 那我最近皮肤的状况也是比较好 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去遮盖全脸的东西 这一款你们看到的产品呢 就是我这个月会放在本月最爱的一个遮瑕膏 这个遮瑕膏应该是油皮会更加喜欢 但是干皮在做好保湿的情况下 记住用量要像我一样 就差不多一个岩石那么一粒的大小 就可以用到整个半脸 就是越少量呢 它出来效果越贴越平滑 它给你的皮肤基本上是一个很自然的第二肌肤的感觉 你们可以看一看我用完的效果吧 我觉得它在用量这么少的情况下 能达到85%到90%的一个遮瑕力 真的超级牛这个产品 你们看这前后的差别 就是它遮盖在皮肤上 皮肤还是能呼吸 还是我真实的皮肤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的滤镜底妆的效果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我这边也展示了就是用两把不同的刷子 一把是普通的刷子 另外一把是Arglass 为了这个遮瑕膏去出的一把刷子 也是蛮拼命的 但是就是的确有比较好用一点点 你会发现在推的时候呢 它会延展力更强 因为本身这个遮瑕膏是没有任何的流动性的 然后配套刷子 我感觉它更加能够均匀的上到每一粒毛孔里 你先点在脸上以后 你用手指把它蹭开 质地完全贴近你的脸 你再把它晕开 就整个脸超级自然 出来的妆效呢 是属于比较自然的一个陶瓷肌的效果 对吧 最近我很喜欢这个 然后呢 我再是用的神道这个眉粉 上一次视频也跟大家说过了 我会用深色的这一块填充眉尾先 然后呢 再用浅色那一个 浅色那个相当于是眉膏嘛 然后我会填充中间的部位 在眉头部分呢 就直接把中间的往前带就好了 眉毛呢 今天这个滤镜出来的效果 是那种根根分明的 所以会用一个透明的眉胶 进行上面的封层 我用了两支 我最近非常喜欢的 那Saphir这个比较平价 出来的效果更自然 Hourglass这个呢 会让每一根眉毛 如果你细看的话 更加长 然后有一种湿眉效果 那今天滤镜上的眼影 出来的都是这样子 豆沙 玫瑰 暗调 玫瑰色系 我会用到的是两个颜色 一个是Huda Beauty这个 星盘里面的这个颜色 我纯属是因为觉得 这是个星盘 所以给大家用一下 但是用下来 我觉得这个星盘 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然后另外一个呢 用的是我非常喜欢的3CE的 Overtake的这一支 有点类似于棕红色 这一支颜色呢 会比之前的稍微深一点 偏棕掉一点 所以我会放在整个 双眼皮中间 会用到的眼线刷啊 是Bobby Brow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比较元老及OG的产品了 非常好用 适用于基本上所有的眼线胶吧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可以去试一试 因为你看我今天刷出来的这条线 会非常贴合我的眼皮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空隙 今天我们会用Soba来改造一下眼睛的形状 首先呢我们会把双眼皮那边往外延长一点 延长我们眼睛的形状 然后呢再是加深一下卧蝉 那卧蝉的阴影画法呢 注意不要画在眼头和眼尾 只用在中间 下面轻轻扫上阴影就可以了 这一次滤镜出来的眼妆效果是比较具有空气感 眼睛大耳有神 但是妆看起来不浓 所以我们把刚刚的Soba多余的粉 扫在每一个下睫毛的根部 睫毛我用的是Dolly Wink这个 也是可以塑造比较空气感的睫毛筋效果 那下睫毛我会比较着重去刷 因为这一次下睫毛需要看上去更加明显 OK咱们重点来了 就是Artist Couture的这一个高光粉 它其实是 本来是用作眼影的眼影的打亮 今天呢我们会用它各种点在脸上其他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出来效果更加湿 更加明显的话 记得喷Fixplot 哇你看这个特别亮是不是 它其实在太阳下面呢 会有一点点带粉 在白光下面就是在这种冷光下面 它是带金的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闪片 我不记得之前的年度材料有没有分享过 那我用的刷子是这个Luxy一把 我觉得很适合用作于眼头打亮的刷子 然后再是这个神奇的东西叫Double Note的Eye Switch 就是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3CE的 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里面的颗粒有不同的大小 所以它放在眼睛上看上去更加波光淋漓的 好那所有滤镜呢是一定会让脸看上去比较瘦嘛 我们来瘦一下脸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有人进入你的生活 然后就灭掉它 或者更加弄掉它 我认为这是我最主要的原因 为何我写这首歌 今天三红呢 今天三红呢 我们会放在颧骨下面 这样小小的一个三角形的区域 这样子的三红画法呢 我是觉得会把五官看上去更集中 显得立体 然后看起来脸会比较小 并且放一下在鼻尖和下巴上 最后模仿滤镜的位置 点上我们最亮的高光 我会放在鼻尖和下巴上 嘴巴呢我们今天用的是一个酒红姨妈色 然后最近嘴巴的状况就是非常非常的干 所以大家看看颜色就好 好 我们今天的滤镜装就完成 I saw your sleepless face and I fell hard I guess I'm falling For your girl I can reach the stars 以上呢就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支 这个非常bling的一个妆容 我自己还挺喜欢的我觉得就是很亮 我从家里翻出来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可以做这个视频啊 这个Spotlight Gliz这个超好看的 就以前啊画这儿八景的妆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它很亮了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想让它整个真的像高纲一样散开一点的话 其实很容易你用手先把它给铺平 然后再点到脸上喷一点FIX PLUS就有像这种就是很油很湿的一个效果 反正总之我自己还挺喜欢 但是我最近嘴唇真的很干 我不知道为什么 超级干 那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